首先,如何把TOS 變成TOS 出一張圖部分 類似像這樣,比如說我今天設定 這個是按個確定,帶個大叉叉 然後比如說我清除123456 對的話按確定,打勾一下 我要這個圖大小、解析度自己去設定一下 那你只需要知道就是說 未來這張圖怎麼顯示出來 那這裡的話,需要知道就是說 那張圖可以用TOS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Set View View的話就是我把那張圖給叫出來 那怎麼叫出來呢? 通常是把這兩張圖先放在Resource裡面 就是Resource裡面的Drobble 那再來就是說把它載進來 可是載進來的時候呢 我們不能用TOS直接載 而必須利用有一個圓件叫Image View 後面還會再提到 那個Image View 專門就載圖檔的 那那個View 就是放圖的View Image View 那這個Image View 把圖先載進來之後 再丟給TOS去做Set View 才可以顯示出來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會用到 後面還會再講到的 有一個叫Image View 這個Image View 是專門讓我們可以放圖的 OK 那這個地方流程怎麼做 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修改程式部分的話 當然第一個 請你先從這雲端上面 把它下載下來 下載之後的話呢 一樣的方法 這個點下去按下載就可以了 把這兩張圖下載之後 然後分別複製貼上 貼到我們Jobble裡面 所以貼上之後的話呢 基本上會有兩張圖 放在這裡 OK 這邊已經貼了 那這兩張圖 它的副檔名是PNG 不過基本上 你只要那個檔案格式 GIF、PNG、JPG 它就只有看前面的這個名稱 OK 它都是相容的 但是你不能用一些 像剛剛同學問那個 可能比較特殊的圖檔 放進來應該是不能RAW才對 我印象中 你不要給一些太特殊的圖檔格式 如果你不確定 不過有時候 我看官方網站上 大概就支援幾個比較常用的 那如果不常用的 建議就轉檔 再放進來也可以啦 不然的話 你也可以試試看 看看能不能跑 如果不能跑 那你只能換 或者把它轉檔一下 那裡面大概就是幾個地方 需要變動 因為我們前端的畫面 這個應該沒動到 所以這裡應該不用動 我不用改 只需要Drobo先放這兩張圖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主要是當按下確定的時候 有沒有 那我確定之後呢 所以你要用 反正這個邏輯通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找到哪邊做修改 那主要按下確定的時候 會有一個邏輯判斷的地方 所以你找到那個 就是我們if這裡 if什麼呢 我們輸入的東西 就是從那個adtest裡面 如果我是eco1234的話 那本來是這樣子 本來是tost.magtest有沒有 123 最後一個show 所以magtest很簡單啦 反正就是三個東西加一個show 它就顯示出來 不過呢 這種的敘述方式 我講過這個是所謂的匿名物件 就是前面它沒有一個物件名稱 就是直接就讓它run 就讓它執行裡面的文字而已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 要tost出來的東西 是一張圖的話 那就不能用magtest 因為magtest顧名思義啦 只能夠magtest 就是只有文字可以 但是圖怎麼辦 所以理論上它應該有個方法 叫magtimage 可惜沒有 所以怎麼辦 你必須要自己做後面的動作 首先第一個 我們不要匿名物件 也許我這個地方 就是直接tost 這個類別名稱 那我就給它一個tost名稱 這個物件名稱 new後面都一樣 new一個tost 但是new的時候 必須要傳遞給它一個參數 什麼參數 告訴我現在的activity 就是我的contact是哪一個 那實際上有個很簡單的方法 剛剛講過啦 其實你打一個 我記得好像打一個 這個 在那個 Android Studio 它非常方便 你打一個get 基本上它就會get application content 就跳出來了 傳遞給它一個目前的 就是畫面控制器是誰 那就是我們的magtest 把這個傳給它 第二個呢 我們必須 因為我有一個tost的實體之後 有沒有 後面就好搞定 為什麼 因為後面只要tost點 你可以找到很多的方法 那主要 這邊大概最重要的就是有兩個東西 一個 你那個tost出來的位置應該放哪裡 所以我這邊有個什麼 set gravity 那剛剛看到 各位可能發現 按確定的時候 它的位置 我這邊是 第一個是button 那button的上方 50的位置 剛好就顯示這張圖 所以你會發現喔 我這邊set gravity有沒有 後面你要告訴它說 那你請問一下 你的 就是那個對 你是以哪個地方當成是基準 那我今天如果是button 它就以下方當基準 那後面的話 逗點 它會告訴它x值 跟y值 x的話 基本上就中間是0 向左向右 那如果是後面是y的話 記得是向上 向下 ok 那這邊注意喔 因為是button 所以如果你向正數的話 基本是向上 到這裡是50 ok 那當然你要往上的話 100 比如說100到這裡 那如果是200 大概到這裡吧 那當然如果你將來 再增多的話 可能 會有不可預期的效果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特別說明一下 假如說你這個地方 那設定的方法 基本上它這個 都還蠻好去抓的增 有沒有 點之後的話呢 setGravity這邊會出現 enter過 有沒有 set 所以打一個set 應該是set setGravity 那基本上有沒有 其實 你打set之後啦 我覺得這個Android Studio 也還蠻貼心的 它會問你 123 所以你給三個答案就可以了 第一個答案就是說 那你應該放在那個 哪個位置啊 基本上那個Gravity 你在這邊打個G 大的G 它會有一個Gravity的一個view 這個view本身 會自動幫你帶出來 到底你的位置是在哪裡 有button 然後我記得中間的話是center 如果說你是top 你是那個上面的話 是一個 有個top 有個t 所以你就是 可以 那還有左邊 右邊 反正 不過我經常 最常使用的就是那個button 也就是你這個地方 你就選一個 Gravity 點 button 這就ok了 再來鬥點 你的x 有沒有 它也會顯示下方會有個參數嘛 那請問一下你的x軸應該在哪裡 後面有個offset offset是偏移的意思啦 所以基本上呢 它會以中間當成是基準 所以如果x沒有變的話 那就0 那y的話呢 那你要向上多少 那基本上我調過那50啦 如果你換一個數字的話 它的位置又不一樣 比如說我給100好了 那你會發現它就跑到中間來 ok 大概是這樣啦 所以這個地方幾個數字 第一個 它的位置 ok 所以位置的話 你可以用Gravity去把它實做出來 ok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說我本來是一個test 一個文字 密碼正確 密碼錯誤 那可是我現在要把那張圖載進來 那載進來的話 這邊現在沒這麼簡單 其實應該有個mac image 不過沒有 那所以我需要怎麼 第一個 我先把那張圖給載進來 那圖怎麼載進來 特別注意喔 一樣的方法 image view 那我產生一個view好了 這個view的話 就要放那張圖 另一個image view 然後一樣告訴它說 get application context 那我現在的這個 這個畫面控制器是誰啦 就是我們現在的那個activity 那裡面的話呢 有一個view 建了一個view之後的話 有一個方法叫set image resource 這個set image resource 意思就是說 我去找到那個 我那個圖檔放的位置 基本上因為 我已經把它貼上了嘛 貼上在這裡 所以呢 它在R裡面呢 大R裡面會幫我登記 登記它的那個就是ID 它的ID的話呢 實際上就會是一個 16鏡位置的一個整數 那我怎麼去存取它 用set image resource 用R去存取 點Drobo 裡面的話找到OK啦 就是這個東西 因為我這邊的話是 比對正確的話 是一個打勾啦 OK的話是一個打勾 那最後的話特別注意喔 你如果要讓那個toast去show的話 記得這邊要打一個toast 點set view 就是用這個set view的方法 那把什麼呢 把這個view給丟進來 因為我這邊有個view對不對 把這個view呢丟進來 它會去怎麼樣 把OK先載到view裡面去 然後放進來 它就把那個view給打開來 OK流程大概是這樣 所以你不用死背啦 那將來的流程一定要有個view 最後怎麼樣 toast.show 完成 下面的動作基本上是一樣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上面的東西 參考一下放到下面 那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可能這個地方 Duration部分 就是停留時間啦 我這邊下面有多一個Duration Duration就是前面我們那個 就是文字的時間一樣 當然你也可以在這邊setDuration 你要停多久 基本上如果說你不設定 我印象中大概停一秒 如果你設定那個long的話 大概停三秒 OK那大概顯示出來會有這樣的 把它執行過 OK reset一下 那基本上位置變到100的話 那當然只是 你們自己也可以去試試看 Gravity可以是上中下 然後位置自己再去喬一下 所以比如說我這邊的話 1、2、3 它就位置不變 在這裡 可是我今天4、5、6 打勾 有沒有 這個就100了 當然你一直往上 它位置就往上 不過基本上沒有那麼複雜 大概就是 以Button為基礎啦 或者是 你向上多少 100 OK 不過大概算一下50多 就差不多了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 待會兒我也會把這兩段程式 提供給各位參考 然後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